无业男子化身时间管理大师交往数十名女友 享受着女友们爱和金钱的供养 直到一场突发车祸 导致多年来用心经营的情感网络彻底崩盘 17名女友齐聚医院看望 她是如何同时与如此多的女孩相处 男子该如何面对涉死场面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故事 莫看见面评如镜 你好 水底万丈深 欢迎来到解密日期 我是超人 前两天刚刚过去七夕 在这个甜的发酷的节日里 到处都流露着甜蜜的七夕 在享受浪漫的同时 对于女孩子来说 最怕的就是恋爱中掏心掏肺 亲近所有的付出 却遇到了海王渣男 七夕正是检验这类乌龟王八蛋的 最好时候 今天专门给大家准备了一个 顶级的乌龟王八蛋的故事 故事得从一起交通意外开始讲起 2015年的3月24日傍晚 湖南长沙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32岁的男子袁正义 独自驾车时 不慎撞到了一根电线杆 当时车速并不慢 车辆损毁严重 袁正义也因为炉内出血 当场就昏迷了 幸好当时路段还算繁华 路过的行人赶紧就拨打了报警电话 交警跟急救很快就赶到了现场 袁正义被紧急送往医院 因为肇事人已经昏迷 医生联系到了袁正义的父母 母亲心里很焦急 就马上通知了 袁正义同居三年的女朋友 一同前往 女友在第一时间放下手头的事 带着换洗的衣物 洗漱用品就赶去了医院 另一边 交警在现场处理肇事车辆 调取车辆信息时发现 肇事车辆并不属于袁正义 而是在一个女孩的名下 袁正义昏迷了 已经送到医院进行抢救 交警就联系了这名女孩 沟通车祸的后续事宜 女孩得知自己的车肇事了 第一时间询问 驾驶员怎么样 受伤严重吗 原来她也是袁正义的女友 车是借给男朋友开的 在得知袁正义已经送医 急忙就问清了医院 顾不得撞坏的车辆 她也第一时间赶往了医院 这还不算完 袁正义还有另外两个热恋的女友 每天都会与她们互发几十条消息 或是虚寒问暖 或是随口喧聊 可24号这一天 袁正义出车祸了 女友们莫名其妙联系不上了 两个女友都非常的着急 他们不约而同的 把电话打到了袁正义的家里 两人都被当作是袁正义的普通朋友 在得知男友车祸重伤的消息后 相继就赶往了医院 因缘计会之下 四个女人在医院中相遇了 每一个都宣称 自己是袁正义的正牌女友 场面是异常的尴尬 他们都很难相信 那个深情又出色的男友 袁正义 居然是个万恶不赦的海王 而每一个 只不过是其广阔鱼塘里的一条鱼 因为她平常的话 每天可能都会发起 还有短信 然后我就突然间发信 都没有发 待会早上就打了一个电话 给她家人接了 就说她在医院出事了 跑过去了的话 那里就有三个 一起有三个女人在那里 四个女人围坐在病床前 紧盯着昏迷中的颜正义 脸色是一个比一个难看 总之 面对如此迷惑的悖绿场面 四个女孩是怒火中烧 可谁能料到 这只是顶级海王 时间管理大师 情感诈骗犯的冰山衣角 四名女友聚在一起 从最开始的敌视 很快就冷静了下来 互相交流 尤其与颜正义相识的经过 是怎么被骗的不能自拔 这个渣男都做过什么恶心事 有了共同的讨伐对象 四个越聊越投机 恰巧其中一个女朋友 曾偷看过 颜正义的手机密码 还记了下来 四人一商量 干脆一起看一看 她手机里 还有着多少秘密 随着颜正义的手机被打开了 那些常在社交软件里的记录 让四个女孩都懵了 袁正义的社交好友 清一色的全是女孩 今老婆一个分类 就包括了三十多个人 此外还有暧昧待定等类别 林林总总 加起来有两百多个人 就是发现他的微信里面 基本上就是有两百多个女孩子 与此同时 袁正义手机通信录 备注里写着的某某领导 好项目部 财务 工程部的谁谁谁 都是假的 全都是她女朋友们的伪装代号 这个花心大萝卜 到底跟多少个女人有染 为了彻底揭露 袁正义的真面目 四个人想出了一个计策 用袁正义的口吻 编辑了一条车祸住院 需要人照顾的信息 在鱼塘里进行群发 果然不出所料 此后的三天里 袁正义的病房内 又陆陆续续迎来了13位女性 加上最开始那四人累计达到了17个人 并不是袁正义仅有这17个女朋友 而是愿意到医院探望照顾的女朋友 就有17人 这些女孩里年纪小的只有21岁 年纪大的有40岁 其中有未婚的少女 也有已经结婚 还有家世的少妇 袁正义的前妻也来到了医院 面对莹莹艳艳艳 她坦然地表示 袁正义啊 太花心了 两人离婚的原因 就是因为 袁正义在外面 与别的女人又生了孩子 被她知道了 其实跟她的女人最大的原因 最大的原因是我发现 她有一个症状 就是女人本来是想 正开始 就是好潮了一下 这个外交是 太玩笑了一点 然后她说 让我过去给她好好聊 准备两个人 然后就问她 她公寓院里面 就是一个女人住的 她是在姐姐的房间 她在房间 她就开始有问题 从她到尾 从她一方生产 她从她到尾 就在提前一个女人 所以 来看望袁正义的女友太多了 十几个女孩 个顶个的漂亮 这也让病房里的 其他病友和家属 长了见识 甚至别的科的病人家属 都过来看热闹来 无论是病人还是家属 无一步情绪高涨的为此 嘖嘖称奇 随着几天的治疗 袁正义慢慢醒了过来 不过她也知道 自己多年编制的爱情网络 因为一场车祸崩盘了 她明白一旦自己清醒 必然会直面女友们的讨伐 这可咋办呢 出了车祸 将计就计吧 女朋友们不在的时候 该吃吃该喝喝 一旦女友们回来 就开始装糊涂 负责照顾她的医生看出来了 只要看见有女人进病房 袁正义马上就开始装傻 什么都不记得了 明明病情好转了不少 人已经恢复了清醒状态 可一旦看到女友们来讨要说法 袁正义就立马装睡 装糊涂 试图逃避责任 袁正义的母亲也是态度很强硬啊 不停的推嗓叫骂 几次三番的将众人赶出病房 母亲多次强调 如果儿子有问题 没必要来病房来闹 直接诉诸于法律不就好了吗 于是更为庞大的复仇者联盟 又坐到了一起 研究后发现 原来袁正义不只是欺骗了他们的感情 还几乎从每一位女友处都借了钱 借钱的金额有多有少 最多的一个是20万 少的一两千 在袁正义入院的第五天 其中几名女孩就以诈骗为由 拨打了报警电话 警方立案在病情好转出院后 袁正义被警方拘留 可案件的推进却并不顺利 虽然女朋友们都很愤怒袁正义的行为 但不是每个人都想把袁正义送进监狱 一部分女孩对袁正义仍旧抱有幻想 稀记着 袁正义事了之后能够回心转意 也有一部分女友本身是有家事的 深究下去自己也会面临舆论的压力 还有一部分借钱的金额很小 吃一线长一智 认清为人就完事了 当这三部分人不打算追究袁正义的责任后 其余的人所提供的证据也不够充分 除了个别的借款存在转账的记录 大部分女友都是当面直接给的现金 还没有借条 这无疑增加了警方的取证难度 警方也不免疑惑 袁正义长得也就是个普通人 到底是家事太好 还是有着怎样的魅力 让这么多女孩上当 随即对他展开了细致的调查 袁正义1983年出生于长沙的福林镇 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家庭条件非常的一般 初中毕业以后他就离开家 来到工地打工 慢慢的成为了一名水电工 多年在社会上摸爬滚打 微薄的收入 让袁正义的物欲日益的膨胀 有些自卑又耗面子的他 就想着利用感情骗局来牟利 只要处够的耐心 擅长花园小雨就很可能无往而不利 于是袁正义将自己包装成了搞工程的大老板 名下只有一辆摩托车的他 开始宣称拥有多套房产 多少辆豪车 还有几个大项目在同时的动工 似称身价是上千万 做好准备之后 他便开始在各个社交平台疯狂的撒网 每当与女孩下了一起联系后 他都会以朋友的身份去关心对方 每次与女孩见面之初 他都表现的阔绰又得体 不会做出出格的事 这样就给女孩们的感觉 他这个人不坏 不是图跟你发生点什么 对于很多社交简单的 适婚女青年而言 外表老实 性情温和 身世体贴 有自己的事业和一定的经济能力的 袁正义 无疑是最完美的结婚对象 当然 这只是袁正义骗局的第一步 成功结交女性 并与之确定恋爱关系后 袁正义逐渐展开了自己的攻势 他会每天对女孩们嘘寒问暖 最常说的就是在干嘛 和多注意身体 几乎每一天 每一个女孩都会收到这两条消息 然后有话聊就多聊一会儿 没话的就当做走个过场 给女孩们营造出时时刻刻都被关心着牵挂着的错觉 你就是在哪里在干嘛 就注意身体 与此同时 在交往过程中 袁正义总会顶着分享生活的名义 给女友们发工地考察 工程款流水 一落落百元踏钞这样的照片 为的就是坐视他身家千万 是个工程大老板的事实 为了让女朋友们对他死心踏地 袁正义还创造了一招独门骗术 他会对每一个女孩说 他以前出过车祸 男性功能有严重的障碍 就算别的姑娘赤身裸体 站在面前 他都舞动于衷 只有你一个女孩 才能让他产生反应 袁正义这一招 不仅激发了女性与生俱来的母性 让他们不由自主地心疼他 想要呵护他 更是营造出一种宿命感 让姑娘们个个都以为 自己真就是袁正义 唯一的救赎是他的命中注定 骗局进行到这里 无论是爱情还是面包 无论是被男友无微不适的 关心照顾的幸福感 还是恋人非我不行的满足感 物质实力展示的很到位 情绪价值也给你拉满 很多女孩在这样的招数下 彻底的就被袁正义套牢了 他们亲注全部的真心 坠入爱河无法自拔 袁正义面对每个女孩 编造的故事都基本相同 同时要求每个女友 都和她以老公老婆相称 所以她在聊天的时候 即使发错消息了 女友们也不会觉得突兀和奇怪 而且她还把各个女友的电话 存为项目部某某领导 财务部等诸多名次 所以每当电话响起来 她也不管在哪个女朋友身边 都可以特别淡定的跟对方说 哎呀我有工作 我出去接一个电话 身边的女孩也不会怀疑 还会认为男友很忙非常的有本事 因为同时相处的女友太多 需要频繁的和女友们见面联系 所以她选择的女友大多数住的都很近 甚至17个女友里有4个住在同一个小区 有时候袁正义在其中一个女友家里边 说出去抽根烟 其实是溜到了另一个女朋友家里 袁正义除了固定同居的女友之外 在其他女友那儿停留的时间都很短 一般偶尔续一次也就是十几分钟二十多分钟 为此也有一套专门的话术 比如我手里事情太多了 但我太想你了 抽空过来看看你 这十几分钟的时间可能就是聊聊天 连口水都来不及喝 她就匆忙的又走了 就靠着这么一些招数 让17个女友紧紧的围绕在她身边 袁正义多年来与十数名女性同时保持恋爱关系 还从来没露过马脚 而这些女孩呢也全都对她死心塌地的 甚至给她生下了四生子 袁正义同时交往如此多的女友 还不断的在社交平台接触更多女孩 家境本就一般又不工作 抽着市面上最贵的香烟 为了维持人设 在博得女友们的痴情与信任后 便开始找各种理由借钱 用这种方式满足自己平时的高额开销 他会以什么样的方式 不要钱 比如说钱包掉了呀 或者说他妈妈病了呀 没钱就是发推荐的啊 或者是没有钱加油啊 或者是彻底状况的没有钱修啊 工程款没下来 然后没钱吃饭 然后请了工人 然后给他们买饭票啊 找的借口那叫一个五花八门 不过有一点 袁正义不会像常见的骗子那样 酝酿铺垫很久之后来一招大的 他基本上都是几千几千的药 数额不会太大 也就不容易让女友们有防备 袁正义也不持续骗钱 他是过很久才骗那么一笔 在这期间呢 仍然是嘘寒问暖 百忙之中 还要抽时间来陪伴 所有的女朋友们都没有起疑心 而在借钱的同时 袁正义还会配套送大饼 这个工程结束 工程款下来了 就买房结婚之类的承诺 是张口就来 把姑娘们哄得真把他当做老公看待 给他钱花的 给他车开的大有人在 直到这场车祸 袁正义的海王身份 阴差阳错的被揭开 一众姑娘这才恍然意识到 自己上当受骗了 被拘留以后 袁正义在被审问期间 全程是装逢卖傻 自称因为车祸 颅内出血的关系 产生了后遗症 很多事情都不记得了 不记得自己交往过这么多的女朋友 更不记得自己诈骗过上百万的巨款 警方无能为力 医生也表示 颅内出血可能出现记忆力减退 失忆这种情况 因为证据不足 袁正义拒不承认 再加上大部分受害者的不配合 这起涉案至少17人 诈骗金额上百万的严重诈骗案 最终不了了之了 袁正义仅仅被拘留审问几天后 就无罪释放了 此案一时间闹得是满城风雨 关于袁之义同时 出17个女朋友的新闻 登上了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 她长沙伪小宝之名 在家乡一度也达到了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地步 几乎所有人都以为 臭名远扬下 袁正义应该已经 喜性格面改邪归正了 可没想到不到一年时间 2016年再次有新闻爆出 她如出一辙的大老板人设 一如既往的存款截图和结婚许诺 再次把多名女性骗得团团转 真就应了那句老话 江山一改 本性难以 我很好奇 像七夕这样的节日 同时有这么多的女朋友 袁正义该如何读国呢 他发过就是在我面前 发过三次这样的读事 他说我如果就是说 跟你交往之后 还有别的女人的话 他说我就冲了为什么撞死 好了 这就是本期解谜日记的全部内容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个关注 我是超人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